大家好啊,好久不见了 最近,这个翔龙爪爪那个超级火爆 每一次都要排更久的队 爸爸晚上看欧猪杯,又肥又吃点 于是我妈妈就在家里 把这个翔龙爪爪的做法研究出来了 爸爸说比买个海要好吃 按照店里卖的成品 机晓我买的也是这种整根的 这一节鸡腿骨是需要保留的 指甲我们也需要全部剪掉 清洗干净的鸡爪,我们将它冷水下锅 放入大葱,生姜和料酒 去下血水和腥味 水开以后去掉浮沫 将鸡爪煮2-3分钟后捞出 为了方便,我用的是电饭锅来炖的 倒入屏幕上的所有调料 原版中是加了老抽的 我不太喜欢颜色那么的黑 所以就没有放 火锅底料是它的灵魂 所以一定不能减少 水的量只需要没过鸡爪就可以了 原版的口感是入口即化的 所以我们需要选择电饭煲的模式 煮上55分钟 用一般的锅也是需要炖上55分钟 现在这个时候的口感就是和广告语一样 一米就烂的 鸡爪捞出以后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刷上一些酱料 我今天用的是前几天做的蒜蓉辣酱 最后再撒上芝麻和葱花 现在这个卖相和口感 真的可以说和店里是一模一样的 在门店里 这样一个鸡爪要卖5块钱一个 你们猜猜 我这么大一锅 成本又用了多少钱呢 还吃麻辣可味的小伙伴 这份祥龙爪爪 赶紧安排起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